白丝毫表示,在过去年中,家长和孩童都经历了许多,但是时候让大家都回学校来上课了。 此外,他表示,仍会要求师生戴口罩,继续遵守防疫规则,依次保证每个人的健康和安全。 除了要戴口罩之外,老师和学生每天在去学校之前,都会在家里进行健康检查,学校里也会有新冠测试点, 且学校也会继续遵守CDC建议的社交距离规定。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,在9月开学之后,不会再有网课选项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